大家好,这哥 这个我今天啊 就是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 和有一些人啊 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质疑 因为什么呢 我是2020年的4月份得的 然后足足得有三年多了 是一个典型性的过敏性鼻炎 特别严重的一个患者 然后就是 就是你们也不相信可以去打听一下 或者说 就你们听我说的对不对 是吧 因为我是从当地的中医院西医院 区医院 就是不管是西医的中医我都看了 然后各种化验 查过敏源 还有就是开的那些 过敏性的什么184丁啊 吃的 然后什么去肺火的 去就跟感冒那种症状 吃那种药 差不多的 我都吃好过 然后还给我开 那个去年德喷雾 是吧 后期我还听朋友说 就是冲洗鼻腔 可以有的那个清味的可以好 然后像我这种也有说治好的 但是 说心里话 一点作用都没有 后来我又 陆续 头半年我没太在意 我还觉得无所谓 然后开春 玩秋 就是春天最严重 就是有柳絮的时候 有花粉的时候 到了秋天 有这个 是吧 阳尘 然后秋冬距 然后这个 就是交替季节嘛 变冷 尤其是对过敏性鼻炎 特别严重 然后就是影响到我的生活 你说白了 你在厨房 或者去外边吃个铁板 弄个辣椒什么的 湖南菜 四川菜 甭管贵州菜的 只要有辣的东西 辣椒 呛锅 就勾起来了 大喷嚏不止 最严重的时候 我一天用过 一卷卫生纸 两个这种普通的纸抽 200抽的纸抽 一点不夸张 最后鼻子都给醒的 最后都不敢醒了 呼吸的空气 就感觉进到鼻子里边 都感觉是 是另外的世界 受不了 疼 然后鼻子都肿了 脸也变形了 眼睛也肿 耳朵也耳鸣 嘴也肿 那儿都肿 然后怎么也不好 所以说呢 这三天多了 是吧 有好多粉丝 就是看过我以前 发过的视频 知道我的感受 这些所有的症状 是吧 早晨起来呀 什么的 流水 是吧 然后 不能吹空调 不能那个 汽车 这个不清洗也不行 空调不清洗也不行 叠被子也不行 有粉尘 换背罩 各种衣服上的粉尘 猫毛 狗毛 是吧 柳絮 阳尘 反正咱们都不行 就是没好 没好 最开始 就是三年了嘛 最开始我也想着 这一公里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是吧 肯定能给我治好 后来我就 我是偶然 就是用到这个 是粉丝 就是一个粉丝 厂家给我提供的 然后我用完三个月 现在快到半年了 就是一次也没有复发过 大家看到我的鼻子 是吧 你看 就是从来也没有流水了 也不会红 也不会肿了 是吧 呼吸空气是通畅的 睡觉也可以睡觉了 要不然就经常会憋醒 一休三四次流水 然后呢 我也想着这东西 放弃了 最开始我也放弃了 您知道吧 但是我自从用了这之后 我好了三个月半年了 然后没有复发 我就给大伙分享 这里边呢 达到了99%的好评 是吧 也要极个别的说 说那个 没有好 或者说 我也不知道 他是没有坚持用 还是怎么样 是吧 是不对症 是吧 因为有的人是肝 有的人是 是那个流水 或者说有的人是 常年性 我这就是典型的 三年的老鼻烟 我没有什么肝呀 一些其他的 就是我不太懂的那些 是吧 症状 是吧 但是 就是我分享出去之后 好多人给我发私信 也有好的了 好的挺多的了 还有的人在坚持 在陆续的用着 然后这里边啊 这个粉丝里边啊 粉丝群里边 就是互相探讨嘛 就有一部分人说 说这个过敏性病烟 是看不好的 他我不知道 就是跟我最初 那个想法 好像是一样的 首先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过敏性病烟 或者说他有 或者说没有 这咱也不清楚 这一部分人呢 有个几十人 就说 这个是一个 世界性的难题 就是那意思 医生都看不好 你凭什么 你分享这东西 就能好呢 其实我 我也不是说 我也不是医生 是吧 我就是把我生活当中 我用了 我觉得这东西对我有作用 让我分享出去了 我也希望 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是吧 也能带给你们一些快乐 是吧 我觉得这个 有点小毛病的人呢 说心里话 有病乱投医 就是你医院都去变了的情况下 是吧 很想找到一个快速的方法 让自己好起来 因为这东西 说心里话 影响生活 真的 真是影响生活 我这个 我不管分享任何东西 都是我亲自去用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好 我才去分享的 我用好了 如果说有些东西 说不敢用的 或者说这个东西 是吧 我也不会去分享 我也不想被别人骂 对吧 您也懂我的概念 我只是我的这种状态 三年的老鼻炎患者 反正我是好了 是吧 让我分享出去呢 绝大多数的人 管用 好了 这就足矣了 是吧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什么东西 他也不可能说 完全没有说治不好的 对吧 你想想说 有一些 你身边的 不管是得那些 特别一单杂症的 不管 还有得癌症的 得癌症的人 就是说我们 也有同事 或者说一些 是吧 就成功的经验 不管是他心情好 还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他就对症了 也有好的 这个东西就是说 不是完全的 我最开始也是 也是放弃了 您知道吧 但是我一直在 就是摸索的道路上 我也得尝试 我不能天天让它 影响我的生活 这个鼻炎 是吧 我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个东西 分享出去之后啊 还有一些 就是 就是鼻炎患者呢 他跟我的交流 给我发信息的交流 他跟我说呀 就是说 感冒 就是跟鼻炎症状 是不是一样 感冒是不是鼻炎 鼻炎是不是感冒 然后我的心得呀 我给他就是分析的 屏幕前呢 你也可以听一听 我分析的对不对 是吧 得了鼻炎啊 类似于感冒的50%吧 但是达不到 7%80% 他跟感冒的症状 还是不太一样 你得了鼻炎 并不一定是感冒 你肯定就是鼻炎 对吧 但是 你有鼻炎的人啊 如果你着凉了 你得了感冒 很有可能 把你的鼻炎 给带起来 对吧 如果这个东西管用呢 他假如对你这个鼻炎管用 你说你治好了 你感冒 首先呀 注意不要着凉 如果说你感冒了 他症状 跟鼻炎类似 你涂这个鼻炎的药 是治不了感冒的 对吧 如果说你 那个得了感冒 你得吃感冒药 对吧 但是你得了鼻炎之后 你吃感冒药是不行的 你得涂鼻炎那样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就是不要交叉 就是误导了 你真正得感冒的时候 你涂鼻炎那样 你得鼻炎的时候 你吃感冒那样 你是好不了的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因为这里边的 它因为有交叉着呢 有些人感觉感冒 跟鼻炎差不多 得了鼻炎 跟感冒差不多 不是 这是一种混淆的事情 我有亲身体会 假如我着凉的时候 对吧 首先 也感冒了 也鼻炎了 但是 你涂这个鼻炎药 你怎么也不好 因为你是感冒了 对吧 你还得吃感冒药 如果说你感冒了 你没有犯鼻炎 那你吃感冒就好了 如果你要光涂鼻炎药 你感冒也好不了 好吧 我给你们一些建议 就是说 即便是棍敏性鼻炎 你把它治的 90%多以上 完全好了 你也要在这个春秋交替 冬天 注意保暖 不要着凉 不要着凉 我呢 首先现在呢 好多人为什么说 我穿特别厚 首先增强体质 这个一方面 对鼻炎 绝对是有好处的 而且会防御感冒 是吧 然后呢 咱们把体质增加上去 然后多喝水 别上火 别着凉 首先你也不会得感冒 你也不会把鼻炎勾起来 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这就是一点心得 是吧 什么事情 它也没有完全性的 像有些人说 特别绝对 过敏性鼻炎看不好 我是否定的 我是好 好吧 欢迎大伙交流分享 拜拜